7月15日 蒋进夫深夜晒着公开恋情 但是当时只有背影 令粉丝非常激动 这才没几天 蒋进夫有出来撒狗粮 秀恩爱也会上瘾吗 这次蒋进夫晒出一张女友的侧脸 还上演彭脸沙 甜蜜爱意都快溢出屏幕了 照片中蒋进夫女友亲密依偎的他肩头 他则用手托住女友下巴 并用女友口吻描述 我睡着了 眼语间流露出满满爱意 十分宠溺 另外一张也是女友远照 看不清楚模样 别人尽修形单影之 蒋进夫读书还谈起甜甜蜜蜜的恋爱 真是献杀旁人 7月15日晚 蒋进夫在微博晒出一张 与女子穿情侣装的合影 并配文 太热了 真的 所以只穿了一条内裤 疑似公开恋情 只是配文与内容 让一众粉丝表示一头雾水 但还是纷纷送上祝福 照片中 两人相互依偎 头颈紧靠在一起 两人还穿着黑白色的情侣装 只是照片上的 是想表达什么意思 不愿意公开女朋友照片的意思 随后有媒体向蒋进夫身边好友求证 确认恋情未真 网友表示这深夜狗粮洒的真是猝不及防人 不过还是祝福蒋进夫 最初 蒋进夫以其帅其的外形被选为左耳的梳膜 引起人们的注意 后来参演了几部热播剧 蒋进夫也因此圈粉无数 然而事业正值上升期的蒋进夫 在今年四月选择去日本留学 也是很努力的艺人 当时有网友曝光其留学期间自我介绍的视频 他还称自己没有女朋友 没想到时隔三个月 却突然公布了恋情 不过在五月份的时候 就有同在找到铁的网友爆料蒋进夫 也有女朋友 两人曾亲密逛街 当时粉丝都还不相信 如今看来是真的没错了 出道后的蒋进夫 蒋进夫无数次被传与各种女主的绯闻 甚至和自己好哥们一起跑步 还曾被质疑是否是同性恋 不过对于绯闻蒋进夫从未回应过 如今晒照公布恋情妥妥的打脸一众质疑 蒋进夫曾在采访中还自爆择偶标准 夫仔表示做他女友可以有公主病 不会让对方盖重火 还说老婆病了马上就去陪他